哈喽大家好,记得在小的时候,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,当时我们的手机上基本都会有一款游戏,那就是贪吃蛇,对于贪吃蛇也是一个非常能打发时间的一个游戏了,在游戏中路上都会有着各种各样颜色的痘痘,只要吃到这些东西,贪吃蛇就会变得更长更大,但是如果中途撞到别人的身体或者刺激咬到了自己,那么就会变小或者结束,没错,这个小哥今天来挑战, 真人版弹吃蛇大作战,全程高能别眨眼啊,这一次小哥利用特效来制作了弹吃蛇,小哥则是一个人准备了一个滑板来进行游戏,游戏开始了,小哥利用滑板行于流水的滑着,但是吃到东西并不会变大,也就是小哥只能躲避其他弹吃蛇,但是小哥的滑板技术非常娴熟,躲避着一条又一条的弹吃蛇,姿势非常潇洒,在一条弹吃蛇过来时直接一跳,人和板都在 空中飞起来,之后突然发现有一条弹吃蛇特别小,一不留水便撞了上去,把自己的滑板给撞没了,之后又突然有一条弹吃蛇,看上去已经比在场的所有弹吃蛇都大了,他看上了小哥,滑着就创小哥来了,小哥发现后只能拼命逃,但是没有办法,最后还是被吃掉了,之后这条大蛇穿梭在宠室之中非常霸气, 这就是今天的趣事了,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在下方留言,那么咱们下一次再见吧